房仲朋友 至少你进入公司后 公司的教育训练你都认真听讲 公司交办的工作你也努力完成 什么都乖乖听公司话的你 为什么入行半年了 却连一笔成交都没有呢? 嗨! 我是国际超级房仲 和业务品牌学院的创办人Zek 如果你是第一次点开我的频道 这里是替房仲客制化 个人品牌的教学频道 如果你希望你的房仲生涯 可以赞得挣钱 请在影片开始前 先按下订阅和开启小铃当通知 才不会错过最新能够帮助你冒泡的资讯哦 今天的主题是个严肃的话题 每个房仲新人到职后 每天不是去做那些很无效的传统开发方式 像是办访警卫 发传单 或者挨在挨护塞信箱以外 就是乖乖坐在会议室里面 听主管无聊的讲课 吹嘴自己的丰功伟业一下午 对吧 我知道 你觉得这些事情很浪费时间 但是考虑到为了要再在行生存下去 为了接下来能够赚钱 再无聊再无效的课程 你都还是会耐着兴致真真听完 然而 当你到此六个月后就突然发现 为什么听公司的安排 什么都乖乖照办了你 业绩 却没有当初面试官承诺的那么好 甚至半年下来 你可能连一笔成交都没有 于是 你是不是每天压力都很大 每天都想着要不要继续撑下去 还是干脆离职算了 抱着这种迷惘又看不到答案的心情 你还是一样天天去路边发传单 去拜访太多恶劣的大楼警卫 还得乖乖坐在办公室 听主管吹嘘当年的自己 其实你很清楚 这些东西你都已经听了半年了 你已经不想再继续听下去了 也许主管再多讲一分钟 就会成为让你离职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话说回来 房东公司的教育训练到底有没有用 你该不该继续做公司安排的任务呢 这是所有新人都会迷惘的问题 所以 到底这些教育训练有没有用啊 真相就是 公司的教育训练 只是帮你有能力接下客户 这时期的我们 总觉得分数和名词就代表的一切 能够考上第一志愿大学 就等于出社会的收入保证 然而当我们真的踏入社会多年后才发现 除了富二代 从前班上的职优生 不少就是领着月薪四五万块这种不差的收入 反而有很多年薪破百的 却是当年吊车尾的同学 搞不好你还在其中一位的底下工作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学校是一个培养工人的地方 不是培养有钱人的地方 用工人的标准取得的分数 充其量也只是代表你更适合当个劳工 而不是企业家或创业者 同样的道理 房仲公司给你的教育训练 目的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位很会成交的业务 这个方向并没有错 错的是公司还在用30年前的旧方法 来教育现代的新人 例如拜访大楼警卫 发传单 拼辛苦度等等 才导致你觉得一些看起来很专业 实际上却无法让你成交的旧技能 因为还没跟上时代的公司 为你划错重点了 而且他们远远低估了 网路行销的重要性与专业 例如 我们现在连吃饭都会上网查一下 生怕不小心踩到地雷 你觉得动辄几百万几千万 买卖房子这种人生重大决定 客户不会上网Google一下 不会到YouTube上面做功课吗 这么好的网路行销机会 但是公司却是怎么教你的 是不是要你多PO物件到脸书社团 到YouTube频道 对吧 这种只会PO物件的方法 就是最无效 最浪费你时间的错误方式 但是没办法 因为几乎没有房仲具备网路行销的高收入技能 无法提供你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协助 那什么才是正确的网路行销呢 就像我常常在业务品牌学员里面提到的基础 你要先找出自己的 niche 来营造差异化 然后选择一个主力的社群媒体 并且学会操作它的正确技巧 还要制作能够吸引客户上门的免费诱饵 让客户会主动找上你 把需求和联络方式都提供给你 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持续长期提供免费 却具有高价值的内容 帮助那些数位蒙面的客户解决问题 帮助那些你不认识的客户 满足他们的需要等等 不过很遗憾的 因为几乎所有房仲公司 都不具备网路行销的专业 你只能跟着没有打红和手电筒的公司 在黑暗的森林中寻找出路 这就是房仲业的困境 导致这些由自制业务主导的所有房仲公司 在找不到能让业绩有效提升的新方法时 就只会运用过去的成功经验 试图将他们30年前的成功经验 复制到你的身上 那些自身业务们并没有回忆 只是你也明白 旧方法已经远远不够用了 那该怎么办呢 千万别以为只要乖乖听公司的安排 就能够成交了 因为如果公司的教育训练那么有效的话 那应该全公司的业务都业绩破百了 为什么实际上却不是如此 换句话说 依据公司的指示来冒泡只是几率问题 而且这个几率非常低 同时 房仲主管也是个门槛不高的职位 并不是所有的房仲主管 都具备到你冒泡的能力 到这边 我们总结一下台湾房仲业的现况 第一 新人在踏入这一行后 就要被迫接受公司用旧时代的思维 用老旧的方法来做业务 第二 他们想顺应时代进行网络行销 却严重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技能 导致全公司的业务一起瞎直摸向 让许多仲介吃不饱又饿不死 也让原本不认同你做仲介的家人 跟着你一起过着苦哈哈的日子 为什么我这么了解 因为我不但做了房仲10年 而且还是在房仲家庭长大 我的爸妈做这行30多年了 30多年来 房仲业的手法几乎没有提升 我看过太多抱着梦想入行的新人 乖乖听公司的交代 默默靠着那些旧方法努力着 没有成效时 还得听建长讲天道酬勤 鼓励他们继续瞎忙下去 最后在赚不到钱 灰心上真的用生涯规划作为离职理由时 公司不但不明白自己哪里犯的错 还要被某些老业务说 现代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好好努力 一点苦都吃不了 哪像我们当年 唉 感谢把影片看到这边的你 你现在应该能够理解 你目前无法在房仲业发展顺利的原因 不是你没有才能 不是你不够努力 而是目前的房仲公司 都无法提供符合时代的新方法 这并不是你们公司独有的问题 而是整个产业的问题 所以想要生存下去的 你得赶快知道 现代房仲要成功的最佳途径 就是透过这支人人都有的手机 因为房仲店头太低估社群媒体 对于成交的影响力了 只要你能够比别人更早认知到这个力量 并且比别人更早用正确的方式 来经营个人品牌 你就可以让客户在想要买卖房子之前 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 那么你就已经成功了 而且越早起步 还可以享有先行者优势 让后来的人都成为你的模仿者 该怎么确认你能够成为先行者呢 方法很简单 把你们商圈内热门的关键字 留件Google YouTube或IG 去搜寻一下就知道了 比方说你是屏东的房仲 把屏东买房 屏东卖房 屏东房价这些热门关键字 丢到网路上搜寻一下 接着看看搜寻结果 如果搜寻出来的都是中介Po的物件 都是对手一直喝成交 一直说自己很厉害的结果 那么 恭喜你 你现在的对手真的弱爆了 几乎是属于没有对手的市场 如果这时候你不赶快用个人品牌卡位 难道要等对手上完业务品牌学院 都强塌起来了 你才被迫跟进吗 相反的 如果出来的结果 都是对手的高品质内容 那么做法就更具体了 就是 细分垄断 找出自己的neesh 切入缝隙市场 搭配正确的操作方式去精准曝光 就能够把潜在客户变成你的铁粉 稳固你的成交量 请你想象一下 如果商圈内每个月有100笔的成交件数 你拥有当中的1-2%的铁粉 每个月就至少可以稳定成交1笔到2笔 那么你还需要担心业绩吗 那如果你的铁粉有3-5%呢 你还需要听无能的主管以老卖老 还需要大热天去入口发传单 还要忍受大楼警卫的气吗 同时我要让你知道 这世界上没有快速成功的方法 如果有人跟你说有 那肯定是骗你的 网路行销当然也是 否则每个房仲早就靠网路赚翻了 所以我得让你知道 希望用网路行销和个人品牌 长期让诚意客户上门的新方法 虽然很有效又很稳定 而且还几乎不用花钱 但你必须愿意投入至少1-2年的时间 再加上正确的方式来执行才有机会 不过 我们都知道网路行销和个人品牌 是房仲成功的最佳途径 既然早晚都要做 为什么不早点开始做呢 如果你需要正确的协助 却还没有预算投资自己 学习这项高收入技能的话 除了继续收看本频道的影片外 也可以点开下方说明栏外的链接 注册你的姓名和email 免费领取52分钟的线上教学影片 总而言之 如果你不希望三天后还靠着发传单 免费搬家 免费打扫 还得自降服务费 才能换来客户施舍成交机会给你 想站着把钱给挣了的话 那么 你现在需要的是 觉醒 否则继续一样的下忙行为 只会继续换来你一样没有业绩的结果 让我做个问卷调查 如果你是房仲新人 你最受不了教育训练中的哪一项任务呢? A. 被派去拜访大楼警卫 B. 拿DM挨家挨护塞信箱 C. 听主管吹嘘当年多厉害 D. 一直要你到脸书社团po物件 E. 其他 请帮你的抱怨留言在下方 你的每一者留言 我保证会尽力百分之百全部回复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 有替你的房仲生涯带来一点点的反思 或者觉得我们家的Cookie很可爱的话 请在影片下方按一下 喜欢、订阅和开启小铃铛通知 并且顺手把这部影片分享到你的脸书上 让你身边从事房仲工作 却始终没有爆炮的朋友知道 如果他们想改善目前很难成交的现状 那就应该要把做法放在正确的地方 最后 如果你对于如何客制化 房仲个人品牌的主题有兴趣 我的YouTube频道内还有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剪辑去里面逛逛吧 我是国际超级房仲的Zek 他是我们家的Cookie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